今天开始我们来介绍第五章 古代印度文明 首先第一节我们来介绍神秘的哈拉巴文化 我们在学习古代印度文明的时候 哈拉巴文化是不可逾越的 哈拉巴文化是印度文明的起源 通常所说的四大古代文明之一的印度 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地理的概念 它的地理范围不仅指今天的印度 还包括布丹 尼泊尔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 在内的整个的南亚次大陆 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中把印度称为墨赌或天族 后来通称的印度一词是从中国唐朝和尚玄奘开始使用的 那么英文当中大家知道印度这个词 我们知道北美就是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也是来源于这个词 印度 为什么叫印度啊 印第安人呢 就是哥伦布呢 以为他们是印度 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 他以为是印度 所以把当地的居民称之为印度人 印第安人实际上那个说法就是印度人 南亚次大陆 北有喜马拉雅山 西北有星都库斯山和苏莱曼山 这些山脉把古代印度与欧亚大陆截然分开了 次大陆呢 由此得名 但处于次大陆西北的柏兰山口和凯布尔山口 为后来其他文明的传入呢 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条件 次大陆呢 东临孟加拉 西接阿拉伯海 南为广袤无垠的印度洋 印度半岛地处热带亚热带 以温德亚山和纳巴达河为界分为两片区域 北部西面的印度河流域 以及东面的恒河流域 构成平原地区 由其恒河所经 之地呢 土地肥沃易于农耕 南部以德干高原为整体 东西海岸则蔓延着东高 东高指山和西高指山 两条山脉 这个半岛的沿海区域呢 则是一系列狭长的平原 比较适应农业的发展 印度地处中国西南 中亚之南 西亚东南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 它与古代文明 与周边的古代文明都有联系 古代印度文明就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 诞生了 下面呢 介绍一下印度的这个早期的居民 这个比较复杂 就是印度的这个居民的这个构成 印度次大陆呢 是人类起源的故乡之一 考古学家在印度西北极巴基斯坦一带的 西瓦利克三帝所发现的 腊马古元 以古是古元转化为人的 重要标志 腊马古元 也是恩格斯所说的 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一个 最典型的代表 这是腊马古元 腊马古元 这个旧石器文化遗存有 50万年前的北印苏安文化和南印马德拉斯文化 新石器时代文化则遍及全境 旧石器文化的遗存有两处 那么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非常多 遍及全境 一般认为 印度和流域古代文明 是本地原有居民创造的 他们被通称为达罗匹图人 这个 印度文明是本地的居民创造的 那么本地的居民是从何而来的 这又涉及到人类起源的 多元所和一元所 这个是有争议的 一般学习世界史的人 都愿意相信一个通说 就是人类起源于非洲大陆 非洲大陆 从南方古元 作为一个人类起源的一个 以南方古元作为人类起源的一个 最典型的一个标志 但是呢 许多搞中国史的 印度史的也是这样 就是说中国人搞中国史 印度人搞印度史 他们一般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 他们愿意接受什么 就人类起源的多元所 多元所 有一些中国学者 我遇到过 我原来特别好奇 我就说谁这么愚昧呢 就认为这个中国人就是中国本地 也就是说 分布在中国地区的这个原人 进化而来 是吧 后来我真碰到过 人家也都是一些学识渊博的学者 所以这个不能不重视 这种人类起源的这种多元说法 但是迄今为止 这种人类起源的多元说 这个尚没有压倒 这个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这个共识 人类起源于非洲 这个见解 他不仅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 这个得出的一个利润 并且呢 他还得到了什么 生物学家的一种有利的支持 生物学家 遗传学家 他们通过研究人类基因 全世界各地方的人 人类基因的这种 遗传的这种图谱 他们得出一种结论 他说全部的人类 这个现在的这种基因的 都是源自 但是几十几位 好像是33位非洲女性的 都是源于33位非洲的女性 就是人类各个民族 无论是什么颜色的人 他就是说都源于 这个33位非洲女性 这是一种科学的一种结论 这个呢 是有利的证明 就是生物学和遗传学 为这个人类起源非洲说 提供了一种有利的证明 那么全球 全世界各地的这些人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今天的各个民族 各个种族 它为什么 散布在如此广阔的这个区域 他们都创造了不同特色的这个文明 这都是后来的事情 后来的事情 那么我们这里所讲的 古代南亚次大陆 这个土著居民 那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说 在一个相对久远的时候 这些地方业已存在的那些古老的居民 也就是说 那个所谓的土著的居民 都是谁 这个土著是相对的 这个土著 如果就是我们说 这个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 那么这些土著呢 是在 许多万年之前 这个也不知道 确切地说 我们不知道是多少万年 若干万年之前呢 就迁徙在这个地方 并长期生活在这个地方 于是成为这个地方的土著 这个土著并不意味着 它是这儿的土著 就是它的根就在这里 它就是由流落到这里的源 进化而来的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同学们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南亚次大陆的这个土著 原地居民 通常被称之为达罗匹图人 达罗匹图人呢 一般是因为古代印度 哈拉巴文化的创造者 哈拉巴文化的创造者 这个达罗匹图人 这个是 说七种主要语言 和许多次要语言的一个民族 其中呢 包括泰米尔语 特鲁古语 泰米尔语 我们还比较熟悉 这知道这个 至少我们听说过 斯里兰卡那块有一个泰米尔 什么蒙湖组织 是吧 这个泰米尔 这个下面的这些 我们恐怕就比较陌生了 包括特鲁古语 卡拉雷斯语 马拉亚拉姆语 贡迪语和图鲁语 他们的体貌特征 这不是我说的 这些是我的学生当年是从这个西方的这个历史著作中翻译过来 他们的体貌特征啊 是比北印度的印度人或亚利安人更黑一些 比北印度的从西方迁徙来的那个厌污人亚利安人 皮肤比他们更黑一些 头颅脚长一些 面孔脚好看一些 现在印度的南部及巴基斯坦北部等地区 仍居住有达罗匹图人 我去过南印度 南印度的这个班加罗尔 我曾经参观当地的一个贱民部落 这个贱民部落都是一些 这个身材比较矮小 皮肤 相对呢 就是更黑一些的 就是这个人种 就是那样的一些人 我觉得就生活在南印度 班加罗尔地区的这些贱民 我认为他们是达罗匹图人的后代 至今呢 他们今天他们在印度 处境很悲惨 达罗匹图人在古代 处境就很悲惨 他们就是在这个古代印度的列国时代 当总性制度 婆罗门教开始出现 总性制度形成的时候 他们就是 这个 连四个总性 他们是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四个总性 最后的那个首托罗 都不包括达罗匹图人 首托罗都是亚利安人内部 分化出来的那些最贫贱的那些人 而达罗匹图人在当时 他们的这种身份 基本上是这种 类似于奴隶的那种居民 他是亚利安人征服的对象 是当地的土著 后来在总性制度发展的时候 他们沦落为untouchable 就是不可接触者 沦落为贱民 这个达罗匹图人 我相信就是我看到的那些贱民 就应该是属于达罗匹图人 说他们长得好看 这一点好像没有特殊的感觉 但是给我留下印象 就是直观 他们的生活非常凄惨 地位十分的低贱 但是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他们的笑容特别的灿烂 就是很难想象 生活在那种近况的人 还保持那种乐观的心态 这个挺令人佩服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大二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讲西方思想史 到那个时候 我会谈到一个希腊化时代的 一个哲学派别 叫犬儒学派 犬儒学派就主张 人应该自行培养 对其需要感觉到满足的能力 对其需要感觉到满足 这是一种能力 满足感这是一种能力 我认为今天的 我看到的那个印度的那个贱民 他们就拥有这种能力 不仅生活 就是说不论生活有多么悲惨 但是我们依然要笑着生活 我觉得这个生活态度令人钦佩 这是达罗匹图人 由于地域辽阔 种族复杂 古代原有居民 也包括其他人种 例如矮黑人和原始奥语人等等 这个矮黑人指的是谁 那是属于这个尼格罗人种当中的一只 那么奥语人指的是谁 就是我们先前所说的那个 什么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人 那个所谓棕色人种 棕色人种 其中有些人最初还可能是从中亚或西亚迁入 这个又复杂了 对不对 中亚和西亚迁入的 那是什么民族 这个游牧民族 他们从种族上来讲也很复杂 从西亚有三米特人 可能还有燕游人 是吧 还有燕游人 那么 从最初的居民 就这么复杂 然后再往后看 各位同学看 从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起 直至古代历史结束 印度次大陆先后遭受 遭受亚利安人 波斯人 希腊人 马其顿人 安息人 赛总人 和大肉之人的入侵 千百年来呢 尽管由总性等级制度的种族隔离 印度依然是一个人类的荣卢 人类的荣卢 依然是一个种族的荣卢 由于各外族的不断入侵和定居 使古代印度的居民 自古就表现出复杂性的特点 复杂性的特点 而达罗匹路人及其他土著民族后裔 仍顽强生存 有的还在南印建立小国 这些人种 至今还生活在南亚次大陆的不同地区 不同地区 在班加罗尔的一次会上 我碰到了一个 还小的一个黄皮肤的人 就跟中国人一样 他找到我 然后 他就说自己是中国人 世世代代生活在印度 然后他很神秘地问我 为什么你们中国还不打过来 他的意思是说 他在印度是属于少数民族主义 经常受到印度政府的欺负 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那我就希望你们中国都打过来 把这个印度这块都占领 他的生活状况会好一些 就是还居然有这种情形 你说这个印度的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构成是十分复杂 十分复杂 这个印度也有许多中国的 所谓中餐馆 那就是中餐馆就没有咖喱了 那个所有的印度餐馆 那当然主要的特色就是咖喱 从我这个登上香港 往印度飞的新德里 飞的那个航班开始 这个机舱里面就飘着咖喱的味道 但是印度的中餐馆说真的 做的菜一点都不中国 就是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吃 这哪像是什么中国菜啊 根本就不对 我回到中国吃这个印度的什么抛饼 印度小厨 长春还有一家饭店 我觉得也不是正宗的印度味 但是我要说的是 中国的印度餐馆 做出那个东西 比印度 那个正宗的印度餐馆 做出那个东西更好吃一些 印度那个抛饼是很难吃的 就是什么也没有 就是很单薄的一层薄饼 抛就甩起来 甩一个大铁盘子上 用一个很长的 大概有两米长的厂子 就是烙一下就熟了 一下就这一甩 就用那个大铁盘子一甩 这个饼又抛到另一个容器里面 那个印度薄饼啊 我在一个西科教神庙里的吃 那是免费的午餐 全新德里的这个乞丐 据说星期天的时候 都到那个地方去 都到 我跟那些乞丐都坐在一起 都是吃免费的 免费的 就是午餐 那印度薄饼 我觉得干巴巴的 不怎么好吃 但是呢 你如果是处于一种饥饿状态 吃什么都是好吃的 那乞丐吃什么都觉得挺好 是吧 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举世结晶的哈拉巴文化 大家看看 这个哈拉巴文化 我们刚才说 谁创造它 是达罗匹图人 二十世纪初 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 在印欧与系民族到来之前 印度是没有历史可言的 一九二年 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啊 突然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文化遗址 这一文明的发现 把印度的历史啊 整整是提前了一千五百年左右 经过数十年的发掘研究 整个印度河流域目前已发现 大小城镇遗址是二板一处 其范围呢 西起伊朗边境 东近德里 北极喜马拉雅三路 南临阿拉伯海 估计占地呢 是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 呈巨大的三角形状 足可称为古代世界面积最广的 青铜文化 印度的这个文明 它不是一个 处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 而是分布的这个范围空间 十分的广阔 这一文化呢 以南部的摩亨佐达罗 和北部的哈拉巴为中心 习惯上称为哈拉巴文化 可以肯定呢 其文明参胜期 已经进入奴隶制发展阶段 与同期的埃及两河流域水平相当 可惜啊 因其文字尚未试读参攻 目前对其历史的具体内容还不清楚 这是印度文化相对较远于 埃及和西亚文化的 这个文明的这个原因之余 最主要的原因是 文字尚未试读成功 这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 就像传说中的夏 你说这个夏 就是因为这个文字 这个没有试读 就是它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文字 就是发现了 维数不多的那种 这个几何形状的那个文字 它不是那个阴商的一个甲骨文 所以没有试读成功 没有文字那就是说不能称这为文明了 一般的标准是这样 根据考古学断定 哈拉巴文化 大致在公元前3000到公元前1750年 具体的说呀 其中心地区约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 周边地区约为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700年 哈拉巴文化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 已发现了镰刀等农具 当时栽培作物种类多样 有大麦小麦等等 除田间作物以外 椰枣果品也是人们常用的食物 当时人们已经能够训养牛 山羊等动物及各种家庭 哈拉巴文化遗址中虽然有许多石器 但也发现了大量铜器 人们还掌握了对金银等金属加工的技术 从出土的各种美轮 美幻 我不是这么说的 美幻绝伦的手工艺品和奢侈品中 可以想象当时工匠的精巧技艺 制陶和纺织是哈拉巴文化的两个重要部门 遗址中眼钢的发现 表明当时已掌握染色的技术 纺织品染色技术 纺织业与车船制造业也高度发达 城市的繁荣 使哈拉巴文化的商业兴盛意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